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昨天 教育局和建制派 合演了一場不學無術的大興文字獄鬧劇 他們把干預的友營之手 伸到考試及評核局那裡 昨天是中學文憑史歷史科的開考 其中一條問題 竟然被建制派和教育局拿出來大做文章 到底這條問題有什麼爭議性呢? 我們一起看看到底問什麼 那條問題首先是一句陳述 用一個引號括著 1900至19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這個陳述就完了 然後問題就來了 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呢? 試參考資料更加適合 並且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這條問題根本就是一條開放式問題 你聽完這句陳述以後 你可以答同意或者答不同意 就著參考資料和你自己所知的歷史事實來作答 到底怎樣會牽涉到 又說傷害國民感情 傷害國民尊嚴 這些完全是上綱上線的說法 我們看看那些建制派和教育局 如何來斥責這條問題的出題人 首先就是民建聯的副主席周浩鼎 他說日本侵華屬於暴行 他質疑這條問題背後有扭曲歷史的潛台詞 直斥是荒謬的 促請考評局就著這些事件設立一個懲處機制 並且要公開設計題目的指引 以釋除黑箱作業之嫌疑 真是好笑 出題的指引怎麼可以完全公開 最多都是一個概括 難道連條問題都告訴你 等你審查過以後才可以出 你要為求政治正確 不如以後不要這樣考核 索性人人帶一本書進去 因為這本書是教育局編制 有些政治正確的答案 進去就是open book 考試 打開本書 問到哪裏 抄哪段 一定準確 一定不會傷害民族尊嚴 你自己編制的教材 那就最好了 接著就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 他又說日本侵華是暴行 是對國民的傷害 這班人永遠把重點放進去 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的樹 你明不明白 題目就是在問1900年至1945年期間 更何況就是 那條題目根本上是開放式的 他說利多於弊 你可以不同意 你就否定這個說法 你完全可以答不同意 而且你這麼喜歡把焦點放在1937至1945年八年抗戰當中 日本侵華導致中國人民大量傷亡 你就從問題那裡回答出來 你絕對有自由和空間去回答 你就否定他的說法 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答案也會有分 要不需要特地走出來大做文章 在這裏炒作一番 簡直就是無是生非 這裏教育局昨晚直到漏夜發表了一篇譴責聲明 他們怎麼說呢 教育局知識今年的文憑市的歷史科 有試題附帶了極為片面的資料 致使這個試題具有引導性 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 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當中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感情和尊嚴 教育局對公開試當中出現這樣設計的試題深感遺憾 並且予以譴責 教育局要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嚴肅跟進 向公眾作出合理交代 並全面檢討出題機制 重促改善 以維護民憑市的公平性 公正性和可信性 教育局出這篇聲明 根本上只是表達出你們不學無術 以及你們做任何事都要跟隨主旋律的指揮棒 因為林鄭已經說了 香港教育不能夠成為武衍雞籠 然後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大公報 一律都刊登了這篇聲明 香港教育不能夠成為武衍雞籠 首先你這個說法已經是比以不倫 什麼叫武衍雞籠 那些學生是人不是雞 第二件事 根本上這些人民學科 比如說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社會學等等 這些問題很多時候都不會有一個完全標準的答案 除非你問的事情是非常資料性的 比如說安史治亂發生在哪一年 這些就有一個很確實的答案 但是當問到你對於某一件歷史事件的看法的時候 這些是哪裡能夠有一個標準答案的 對於一件事件當然是有一千個一百萬個角度 不會有標準答案的 不要搞錯 你們這些傢伙 還有 現在你們這些傢伙就說 這個問題是具有引導性 這個問題絕對是沒有引導性 因為它是開放式的 它提供了一個選項給你 你可以肯定它 你可以否定它 那這個怎麼會有引導性呢 你在說什麼啊 更何況就是 但是既然這些問題是沒有既定立場 或者標準答案的時候 你就只需要引述相關的資料 以及你所知道的歷史事實來作答 那就已經是非常足夠 那就已經是能夠取得分數了 不管你肯定這個說法也好 否定這個說法也好 你只要那個答案是言之成理 以及配合恰當的歷史事實作為作證 就已經能夠取得分數了 第二件事就是 根本上日本在中國最近兩次的改朝換代 或者是朝代的更迭當中 就是扮演著一個非常積極和重要的角色 我又講清楚 剛才這句說話 是不牽涉任何價值判斷的 不包括任何的包意或者貶意 不要經常揍人 傷害民族尊嚴傷害民族感情 我又舉兩個歷史事實給大家聽 第一 就是在1905年的時候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的東京成立 這個同盟會其實就是由 輕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等 多個革命團體合併而成 到底中國同盟會有什麼風功遺跡呢? 就是他們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之上 至少發動過九場革命 其中一場最關烈的 都可以說是廣州的黃花江起義 這個中國同盟會 當年在日本政府的包庇下 在日本非常活躍 包括在華人社群當中籌款、募捐 然後在大陸發動革命 這個是不是對中國的改朝換代有積極作用呢? 請問 如果沒有這個同盟會的話 都不知何年何月 才會將革命思潮 帶去中國的樹 都不知何時才能推翻清朝 好了 第二件事實是 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嘉賓的時候 曾經多次感謝日本侵華 那你不要去譴責毛澤東主席 在1956年的時候 毛主席和訪華的日本皇軍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 毛主席說 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 我們要感謝你們 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 教育了中國人民 把一盆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 所以 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那他就說得很清晰了 好了 去到1961年1月的時候 毛主席會見了日本社會黨的時任議員 黑田壽南等人 那毛主席就說 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的中國 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 我們現在還在山裡 就不能到北京看境距了 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的中國 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 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 日本壟斷資本和軍法給我們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謝的話 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這些東西完全就是毛主席說的了 擺在現今這個世代當中 請問你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和整班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會不會拿毛主席這番說話出來批判一番 如果不會麻煩你們收檔吧 到底毛主席說這番說話 有沒有傷害到中國人民的感情 有沒有傷害到中國人民的尊嚴呢 如果當時是沒有的話 現在又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毛主席說這番說話 就沒有傷害到人民的感情 而其他人去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就會傷害到人民的感情呢 都是同一番說話而已 難道由不同的人說出口 是會有不同的效果嗎 還是因為這句話正正是由毛主席說出來的 所以你整班人就不敢反對 不敢造次呢 最後想說一件事 你們口口聲聲整天說 某些問題就會傷害民族感情和傷害民族尊嚴 其實這個指控實在太過空泛 牽強和模糊了 到底你的民族感情會怎樣受到傷害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個中國歷史科都不用教了 一打開那個治亂輕衰史 由皇帝打癡由開始 有哪一段的歷史是沒有牽涉到血腥和暴力的 請問是嗎 每一段都有是不是 凡是牽涉到戰爭 或者是宮廷裡面的權力鬥爭的話 總是會牽涉到這些暴力的事件 那是不是全部都不用教呢 每一宗都會傷害人民感情 傷害人民尊嚴 互相智商殘殺也有 是不是 被外族入侵的也有 那不用教了 清朝家定三圖 這段不要教了 這麼麻煩 免得傷害漢族和滿族人民之間的感情 那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國歷史科接近它更好 是不是 根本上你的問題 動一點又說傷害到民族感情 動一點又說傷害到民族尊嚴 你的民族感情和尊嚴有沒有那麼脆弱 請問 根本上你左腳右腳 其實就是要使出干預的有型之手 來伸到中國歷史科和通識科那裡 借地說香港的教育是沒有染雞籠 其實就要實施你那些全面管治權 什麼都要干預一番插手一番 因為早十年八年前 這個國民教育的洗腦科 你推行失敗 所以現在就要斬檢上市了 那你無奈就要找這兩科來開刀 塞進去中國歷史科 塞進去通識科那裡 那你就可以想著網圖 把那班中學生洗腦 其實也是會失敗的 現在已經到了互聯網的世代 就算你在學校學了那些東西 那些年輕人一上去Google 一查 什麼真相都查得出 你以為還是靠你的歷史教科書來傳授知識嗎 你以為現在什麼時候 1950年還是1980年 有個互聯網已經是世界變了洋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